為了剷除激進死之 伊斯蘭國IS 聯軍正在搶攻伊拉克大臣摩斯維爾 不料擁有800年歷史的奴隸大清真寺 21號遭到炸毀 這裡不只是重要古蹟 也是IS在2014年6月攻下摩斯維爾之後 宣布建國的所謂聖地 伊拉克官方宣稱是IS自行將清真寺炸毀 可說是犯下歷史重罪 而IS則說是美軍空襲惹的禍 但隨後被美軍否認 美國必須跟周陛夏普國際機場 21號發生襲警事件 一名49歲的加拿大籍男子高喊真主致大 並持刀攻擊警員 所信緊急送伊搶救後 已經沒有生命危險 凶嫌也隨即被逮捕 聯邦調查局FBI表示 朝向恐怖攻擊偵辦 目前看來應該是孤狼式攻擊 同時加拿大警方也在這一名男子家中 逮捕三名涉案嫌犯 持續釐清凶嫌背景和動機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21號 在國會開議儀式上 宣讀新政府的立法計畫 這份由內閣擬定的講稿 表示政府將以爭取最好的脫歐協議 為優先 並重新檢討反恐策略 不過由於首相梅伊所屬的保守黨 沒有國會過半 女王並未提到教具爭議的法案 另外按慣例 女王也會提到即將訪英的外國元首 但外傳計畫訪問英國的美國總統川普 卻並未出現在講稿中 所以會長好改成 詞曲 李宗盧